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无邮访色行 我是老郭 大家好 我是翟晨 今天我们继续带大家游览黄石公园 前面两集我们介绍了黄石公园的一个景区 就是尖歇全区 由于黄石公园它封了好几个区 如果大家没有来过黄石公园 或者没有看过我们整个这个介绍的第一集的话 我希望大家能够先看一下我们在第一集里面 介绍的关于黄石公园的地理位置和它的风区情况 这样大家就对理解今天的景点会很有帮助 那么今天我们就介绍另外一个区 叫做蒙马热泉区游览区 这个游览区整个位于黄石公园的西北部 我们说黄石公园里面的整个的一个结构 像一个八字 它就是在八字的最顶头上面 它其实离黄石公园的北门非常的近 但是由于今年黄石公园发水 北门整个封闭了 所以我们只能绕到这样过去 整个的这个游览区叫做蒙马温泉区 由于温泉形成了很多的台阶 所以也叫蒙马热台阶区 它整个的黄石国家公园的管理所在地 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小的管理的一个地方 其实最早叫做黄石堡 是美国陆军的一个城堡 这个地方在冬天的时候 因为下雪黄石公园不开 很多地方不开了 这个地方应该是冬天唯一开的一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这个叫Albright Visit Center 就是叫做游客中心了 也是很多迷路说是非常喜欢的地方 所以我们刚才走过来的时候就看到汽车走得很慢了 结果一看有很多很多的迷路躺在那个地方 最有意思的是 你迷路的有迷路的地方 一定会有很多那个Parker Ranger 就是这个公园管理的人员会站在旁边 对 不让你去打扰那个迷路 对保护他们 让我们离得特别远 我们除了参观这个景区以外 我们正好来到这个黄石堡 我们送遍的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红顶的所有的建筑 都是当时黄石公园刚成立的时候 由于美国政府根本没法管这个地方 所以就委托当时的美国陆军来管理这个国家公园 所以陆军在这个地方就建立了一个陆军的军营 还等等到他这种设施 现在这些设施就归到国家公园管理局了 然后他们就变成一个管理的部门 但是那些建筑是当年建的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热台间区的景区 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在这一部分 像写的像灰蒙蒙的 这是由于这个蒙马巷温泉 就是热台间区和公园里面的其他的地热现象 有一些不同 其他的比如说我们前几集介绍的阶线泉 它就是喷出来的像水什么之类的 由于在这一块地形的地下都是石灰石 这个热泉出来了以后 它就带有了很多的这种石灰石溶解 然后出来了以后 它遇到冷 它又会凝固 又会就形成了一级一级的这样的台阶 它整个的风下台阶和上台阶 我们现在来看的都属于下台阶 这个地区以前是非常的活跃 就是有很多的温泉在喷发 由于在哪一年是 2002年的一次地壳的这种运动 在地方产生了4.2%的地震 就使得大部分的热泉停止了活动 也就导致了过去有颜色的微生物的死亡 所以你可以看到刚才那些台阶上面 就有留下了非常多的这种灰白色的粉末 这就是那种死掉的细菌残留在这个台阶上面 就形成了像石灰石那粉末似的一堆 当然它有很多的台阶 有很多的温泉停止了 那么它就又会有新的温泉出来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在下台阶上面 这个新的温泉形成的 这个有彩色的 所有的彩色就是因为有这种微生物 在这个热水里面 它会形成不同的颜色 如果这个不喷发了 这个微生物死掉了以后 它就全部形成白色的防磨了 这样的 它会形成非常漂亮的台阶 这个台阶最主要是因为这个温泉的水中 它含有大量的这种碳酸钙 碳酸钙出来以后冷却以后 它就凝结成这种石灰的台阶 它凝结的多了以后 它就会把这个温泉的口给堵上 这个温泉就会又找另一个口出来 然后就一级一级的台阶就这样形成了 我们现在走的这个步道 就是属于下台阶区 这个下台阶区就有这种人形的步道 你可以走了 但是下台阶区有很多的这种死的这种温泉 你可以看到这个死的温泉的整个的一个过程 据介绍这个温泉也很有意思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死了的不活动的温泉 说不定在过几十年经过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的这种干枯的状态 它又开始活动 然后又会继续就是流 然后又会变着颜色 据说有一个米纳瓦的温泉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有很多人要隔几年就要来一次来这个地方看看 就是有一些温泉就死掉了 有一些温泉又活过来了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上台阶区 这个上台阶区其实是一条汽车道 就是你要汽车开上去它是一个单行道 你可以慢慢的绕着这个就是走到一定的地方 它会让你可以停下来 你可以欣赏 说是这个整个的这个上面上台阶区 就是比较新 它是好像是从50年起才是才喷出来的 它是一个不稳定的温泉 所以有很多的附近的树木都死掉了很多 在整个的这个热台阶区下面的这个山坡底下 有一个这种岩石的柱子 他们叫做这种Liberty Cap 就叫自由帽子 它这个高大概有十亿米 它其实就是那个热血活动的一些成绩物 经过多年然后冷却干枯就变成这样的了 由于它非常像法国战争 就是法国革命战争时期 外国战士所戴的那个那个帽子 所以它把它起成叫自由帽子 反正就随便给它起一个名了 整个的热台阶区 很多的景观呢 也就每一个也是给它起了一个不同的名字了 有的根据它的颜色根据它的形状等等的 我们一走下山坡来就看到又是这种迷路 有很多 反正如果你要想看路的话 在这个地区是经常能够看得到 对 我们参观完以后 我们就要准备往回走 就结果路过一个山的一个路口 这就是一个峡谷的路口 成险峻 结果我们在这看这个路口呢 结果它叫高登 就是叫做京门路 也是多少多少年以前的时候 你想那时候没有汽车 没有什么人们往过走的时候 是很难走的 这是算一个历史的景点 就在这看了一下 其实我们是要往回翻走到我们今天要去的第二个景点 就叫做咆哮山 所谓的咆哮山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个山坡 据说在当年人们在探索黄石公园的时候 远远的起码几十公里以外 就能听到在黄石公园里面有那种很大的轰鸣声 他们送着声音走过来 就是在这个山上 发现当时是有这种喷发和撕裂这种 或者叫吹口哨的声音 结果现在呢 已经这个咆哮山 已经不再咆哮了 好汉不提当年勇 现在就只是冒一点小气泡的一个小山了 只是让人过来看一下 不过据说 说不定什么时候又可能开始咆哮 现在我们到达的地方 也是黄石公园的著名的一个景区 叫做诺里斯阶线权区 Norris 这个地方呢 有黄石公园最大的阶线权 就Steamboat 这个阶线权呢 是整个黄石公园最大的 如果它能碰的话碰的最高 但是不一定什么时候碰 在黄石地区的很多这种地热区里面 诺里斯阶线权棚地的温度呢 这是最高的 历史也最久 也最活跃 整个黄石地区 它有时候通过转孔来测试 测试底下的温度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测到了最低地底下 326米的时候呢 能测到了237摄氏度的温度 也就地底下非常的温度非常的高 整个诺里斯阶线权棚地的这种阶线权的颜色呢 非常的丰富 有清澈界底的蓝色和绿色 也有柔和的像奶牛奶一样的这种奶白色 还有橙色 对 还有橙色 它每年呢 因为不稳定嘛 它会有新的烹泉产生 也有老的烹泉死去 整个的这个景区呢 大概分两部分 一个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就是有这个栈道能围起来的这一大块 这叫做瓷器与棚地 就是看上去好像像很多瓷器似的 我觉得这个地方的景色呢 也非常特殊 由于这个栈道呢 稍微高一些 所以你整个看到这个棚地呢 就是烟雾缭绕 如梦如幻 而且它这个 烹出来的这种气孔呢 营造出了像狼烟四起的这种气势 另外一个景区呢 就是back basin 就叫做后盆地 或者叫做巴克盆地 它也是一个有将近两公里多的一个栈道走的 里面都是森林 你走进去了以后 它有很多这种各个不同的就是景点 随着栈道往前走 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温泉 有的是种蓝色的 有的是种绿色的 它起的有不同各种各样的名称 而且最奇特的是 我看那个介绍说 有的一些这个温泉呢 是属于酸性的 有的呢 还是属于解性的 我真不知道它为什么会形成这么多不同的这样的东西 有很多的温泉呢 这个是新喷发的 你看像这个新喷发的旁边的树都死掉了 也就是说以前那个地方是长着有树的 树的 后来这个地方真的喷发起来了以后 那些树就都死掉了 你看这个还有叫做这种叫什么翡翠温泉 就是非常的绿 有很多的喷泉呢 是不定时的它喷发 它会在旁边写 这个温泉很可能在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喷发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黄石公园 曾经喷发最高的那个温泉 叫做Steamboat 就是属于蒸汽船 间鲜 这个时候写的是50年的间隔或者4年是不是 对我看他写的是这个可能喷发是4天或者间隔50年 谁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喷发 对 反正我们看着旁边像以前喷发出来的这种遗迹 还是很大 可能曾经喷发的是很高确实 然后既然那么长时间我们估计也觉得等了没希望了哈 但是看得像是要喷发的样子 看有没有运气了 这算不算是喷呢 可能算吧 也许这次喷不是最大的 那肯定不是最大的 就是应该也是属于一次喷发 像是 那还挺幸运的 用气不错 由于我们今天是住在了另外一个房车营地 我们在回去的路上要经过海灯谷地 其实海灯谷地我们以后还会专门介绍 结果我们车正好遇到了这种最有名的动物叫什么 Bison 就野牛 野牛在过马路 他们一家的还会还保护呢 你看 你看先那个可能是爸爸什么的 站在路上 把所有的车挡住 让那小的过去了以后 他再过 对 然后一会儿还有时候有妈妈过来 还是爸爸妈妈也搞不懂 好的 今天我们就介绍这么多 谢谢大家 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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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这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